神族的宅子 怎么都做得这么复杂 我住的院子到底在哪啊 大嫂急匆匆的 是要往哪去啊 方才在屋里 就想同大嫂说话 一直没寻找机会 出道府上可还适应啊 要不我带你四处转转 让人录 不用 我认得录 别着急走啊 先前也不知是谁说 瑜伽小姐脸宽如磐 年小如豆 这今日一见 传言也不可惊心啊 大哥真是好福气啊 贪了还能娶到这么个 如画似义的媳妇 他是你大哥 你怎么能这么说他 大嫂啊 你这才嫁过来 就这么护着他了 你们昨晚连洞房都没过吧 这个家伙实在过分 不如随便施个法 丢跟水澡出去 绊他一觉 红烁 他陆济就是个不能人道的 也不懂得欣赏 以后 你不如跟着我 陆济 是吧 大哥一直在偷听 你怎么在这儿 不是说有事要吗 我突然想起 你还不熟悉这里的地形 怕有人 冲撞到你 便会来寻你 怎么会冲撞了呢 我也是看见大嫂迷了路 想给他指个方向罢了 一大嫂急忙赶过来 还没顾身练武 大哥大嫂且慢慢聊 我先行一步 什么不是吧 你这么晚 我院里有个叫云罗的丫鬟 以后让他跟着你 有什么事就吩咐他 回去吗 我和你一起 好 常配文学 于成原著 漫播APP 携手生意文化联合出品 广播剧 布网 第二集 欢迎收听 早上的时候 还以为他会跟我一起回房间呢 谁知道了书房就不走了 就这么在书房待一天 也不嫌累 不来也好 我就可以变回鱼尾泡泡水 当然好累啊 还是一个要报恩的人 要不冲到书房 就直接告诉他好了 陆将军 我就是当年你救过的那条小鱼 现在我来报恩了 有什么想要的 尽管提 但凡我能办到他 上刀山下活海也在所不辞 像画本子里的路名好汉 是我 陆济 方便进来吗 那个 好了 你进来吧 今晚在这里睡吗 我扶你进来 那个 我刚刚泡脚泡太久 腿软了 没力气 可以先下去再说吗 是不是把你做疼了 没有 不疼 我的腿 没有直觉 我先去倒水 放那儿吧 这种事 让下人做就好 云罗 大少爷 少奶奶 这就是早上我跟你提到的云罗 以后让他跟着你 大少爷 我 云罗 这是我明媒正娶的夫人 是 把这里收拾了吧 是 我 我 你先说 我今夜要借宿此处 方 方才父亲去那趟书房 我 我明白的 这本来就是你家 怎么是借宿呢 你随便睡 我 我去铺床 同床共枕 人类的夫妻在这个时候 都会做什么呢 床铺好了 你现在睡吗 你睡吧 我不困 就在此看书 她好像根本不想上床 可是我好困啊 我 我死了 陆锦 陆将军 你不能去 危险 陆锦 我真没用 又没能护住她 还好没吵醒她 居然就这么怕桌上睡了 别上风着凉了 得给她盖个被子才行 来 不能饿很痛啊 被子要滑下来的 真拿你没办法 我就在这里 给你牵着被子吧 睡着的时候 就不那么冰冷了 明明以前不是这样的 你救我的时候 还是那么的和善 爱说话的一个人 对不起 没有早一点找到你 我一定会治好你的 就算真的要拿我的腿换给你 我 我也愿意 我 我怕你着凉 我怕你着凉 你这样坐在地上 才会着凉 又是腿软 这次是腿麻 大少爷 我来伺候您梳洗 这辈子 怎么还掉地上了 我等一下就去捡起来 大少爷 云罗推您去梳洗更衣 大户人家怎么这样啊 我在瑜伽村 见过的平常人家 明明都是娘子 给夫君洗脸的嘛 我看见那个叫云罗的 把大少爷推出去了 是啊 他以前就是伺候大少爷的 这辈子怎么在地上呀 那个云罗进来了 也不收拾手是吗 就算原来是服侍大少爷的 那丫鬟 也得有个丫鬟的样子呀 我觉得不只是云罗 大少爷身边的段恒也不喜欢我 不关他们 你只要让大少爷喜欢你就行了 让他喜欢我 别了吧 我是要走的 你走 走去哪儿 怎么走 我 大少奶奶 夫人娘家的贵客来访 请您去前厅作陪 您要是收拾好了 就早些过来吧 这个大夫人事真多 知道了 马上就来 做人太难了 是做女人太难了 来吧 我给你梳头 恭喜姐姐呀 听说姐姐得了一个貌美如花的新媳妇 要说我们都没有姐姐好福气 这娶媳妇的事啊 都是皇上亲自下的纸 多体面呀 就是啊 怎么不见新媳妇呢 是舍不得让我们瞧瞧吗 这说的哪儿的话呀 孟柳 孟柳 在这儿 叫你半天了 怎么跟没魂似的 这就是新媳妇啊 生的真是标致 是啊 就是这丫头 娘家姓鱼叫孟柳 来来来 让我家这个也见见世面 婉琴哪 快叫大嫂 以后指不定就是一家人了 大嫂 孟柳 哦 哦 我知道的 那 这里面 你挑几个喜欢的拿去吧 啊 有这 这 啊 新媳妇这是开玩笑的吧 哪有送贝壳做见面礼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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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吧 这都是自家人 什么见面礼啊的 都免了吧 免了 我也有些乏了 今日就到这里吧 留下孟柳伺候我就行 啊 那我们就告退了 嗯 不送了 走 走 走 怎么还处在这儿 不是您让我留下的吗 东西拿不出手也就罢了 连规矩也学不会 小门小户出来的 果然上我的台面 那些贝壳都是我的宝贝 也就你把那些玩意儿当宝贝 我们陆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 我知道你心里有气 先前寻思着 你从乡下来 多半不会挑三拣四 如今想来 你这相貌 在你们村也算得上数一数二 至少能判个土财主过舒坦日子 启之的性子啊 冷屁古怪 倒是为难你们 唉 他这腿啊 费了好些年了 比不得寻常男子 你对他不满 也是正常 大少爷好着呢 比寻常男子都要威风厉害 既然你们小夫妻还算和睦 那 启之今晚要进宫赴宴 怎么没带你一起啊 谁说不带她的 想必母亲训斥的也差不多了 外头马车等候许久 可否先把孟柳交还于我 去吧 但愿这余梦柳在宫宴上 可别再像刚刚那般丢脸了 有我看着姿势不会 还请母亲放心 我自然放心 走吧 你怎么会来接我的 你带来的那个丫鬟 她告诉我的 抱歉 小桃她总爱自作主张 不妨 无妨 圣上邀请的本就是你我二人 该道歉的 是我 是我不对 我不该顶撞婆母 也不该拿贝壳这么寒碜的东西 用来送人 张国申去 你头发散了 我这就绑好 我来吧 就有劳大少爷了 以后 你不必为我在人前争脸面 更不必为我出头 为什么 不值得 唉 好了 转过来吧 怎么哭了 你知道 你知道的 放心吧 我再加把劲 定让你尽快好起来 重振雄风 马车里好闷啊 我开装透透气 大少爷 外边有好漂亮的灯 你快来看 我看见了 皇宫里的灯 都这么亮了吗 真好看 我从未见过这样明亮的灯 这是什么灯啊 那个叫长明灯 为何要叫长明灯 此灯乃皇室专 以叫人油为燃料 风吹不熄 以叫不灭 故称之为长明 叫人油 将军 到 到了 你怎么了 没什么 来 那我们进去吧 就要开宴了 好 来 张大人 我敬一杯 好 恭喜 恭喜恭喜恭喜 你们见到陆将军的夫人了吗 生的真好看 就是可惜了 沈尚树家的姑娘 碰抖了这么多年 听说总算是肯嫁人了 拖到这个岁数 也真是不容易啊 原本狼才女貌天造地设的一对 谁能想到陆将军的腿 当真要使难医 太可惜了 这个神木血 可是京城第一财女呢 陆将军和京城第一财女 哪个是陆家的心夫啊 陈 陆极 携夫人于孟柳 参见皇上于妃娘娘 叩请皇上圣安 娘娘金安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这是陈妾娘家那边的堂妹 出到皇城难免不适应 看着畏缩了些 抬起头来 让朕瞧瞧 是 陆家满门忠良 陆极更是少年英才 十六岁便披挂上阵 立下战功无数 何该为她取一方 这样花容月貌的夫人 我们那地方衣衫傍水 撑得上钟灵玉秀 我这妹妹也算知书达理 惠之兰心 佩陆将军足足有余 嗯 起来吧 此座 谢皇上 谢皇上 诸位爱卿 今日是宫夜 亦是佳宴 大家无须拘礼 谢皇上 你怎么了 方才见过长明灯之后 你的脸色就不太好 我 我有些害怕 天未庄严 你第一次来 会害怕也是常理 不如 你去外面走走吧 可以吗 去吧 去吧 这里这么僻静 应该没人经过 可以变回余尾 来 果然要入了水才能安心啊 刚才那些宫女说的 沈尚树家的姑娘 和陆将军 郎才女貌 天造地寿 真是比花本子还般配 陆己 不能让他赶紧尾巴 好 年关内阵 我随父亲下江南 听说你娶亲了 还未来得及 道一声恭喜 好美的姑娘 多谢 年关事忙 未曾得空登门拜见 若是方便 代我向颖尊问好 陆己 你 你究竟是没空登门 还是不愿登门 这就是沈尚树家的姑娘 生得这么美 还是明满京城的第一才女 你究竟打算躲到什么时候 如今我已娶妻 你也即将嫁人 理应避嫌 避嫌 先前怎么不听你说起这两个字 我以为你知道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 三年前送你到城关 你答应过我 回来就登门提亲 你说过的 你会娶我 你也说了 那是三年前 那场仗 我输了 我不在乎 陆哥哥 我不在乎 这是一场战场也好 世上到底没有哪个男子 能拒绝此等情真一切吧 他这么美 从相貌到财情再到家事 无一不出类拔萃 若是这样的儿媳 再苛刻的婆母 怕是也挑不出错注 哪像我 我不在乎旁人怎么看 怎么说 我只想与你在一起 可我在乎 就当三年前的许诺 是玩笑话 你我从此婚丧嫁娶 可不相干 你在看什么 没什么 这个沈小姐也真是的 怎么能动手打人呢 演习都吃完了 陆基脸上的五指印都没消去 算了 人家是两情相悦 我管这些做事 碧月姐姐说了 把妻子惹哭的夫君不是好男儿 这一巴掌何该她受着 到底我只是个冒牌的 陆基心里真正想娶的妻子 是这个沈穆史 还是水里舒服 陆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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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然会特地给我打好洗澡水 平时明明都只伺候陆基 也只听她的吩咐 陆基 陆基 原本狼才女帽天造地设的一对 谁能想到陆将军的腿当真要实难医 唉 太可惜了 这个沈穆雪 可是京城第一才女呢 为什么这些话 同时在脑子里打撞呢 别想了 别想了 是水温太高了吗 总感觉头晕得厉害 还是出去透透气吧 怎么了 我 我没事 你 你是男子 我解决了 是 无尽海泊 比起指望谁更辽阔 能否渡我 今生所求心魔 满心忐忑 当暗别是凶恶山河 却望见了那意外月色 你如明月 从回忆走出又高雪 我曾于黑夜 此夜人相望尘 从前嫌他缴歇 孤枯一切向他为天 为何靠近却又被冻成 我曾余生还闪躲 陷入了季后 却无畏抬头于那一刻 望见了月色 知他多清晨 从此世间万物都换装 风风也寒雪 穿山又渡河 失足像爱上颠沛罢声 却疼他一举为何凉落 我曾余生还闪躲 陷入了季后 沉默 沉默 却又将我吞没 我出口呼救 为何只剩沉默 月色无辜如从 有此任性让他降落 让我沉默 昏躲 陷入了季后 我曾余生还闪躲 陷入了季后 却无意抬头于那一刻 望见了月色 知他多清晨 从此世间万物都换装 阴风也寒雪 穿山又渡河 失足像爱上颠沛罢声 雪的 她一举为何凉落 若以为永远小姐 从回忆碎片 渐渐鲜火 渐渐走向我 那就不忘我 怀疑天色 又转身回深海的寂寞 那就不忘我 心动那一刻 就让怀疑一生不够多 见过 路上太多的景色 不忘我 最终欲安别 更何 我愿意诚不贺 尽与我 不忘我 赢得永远小姐 不忘我 乌廓